那資料資料也不會被趕 你通通要做到 為什麼不要一個方法 把這個全部都解決掉 這個在網路上面常有人問 為什麼我這個手機上又要有Bluetooth 又要有Wi-Fi 又要有3G 我為什麼不一個通訊的方法 我就把它通通解決掉了 為什麼還有那麼繁雜的 我還要再做設定 還要再做這個 那還有RFID那麼多種 然後RFID好多種 那這個還有WIMAX等等 一大堆東西在我手機上面 那為什麼我不要一個技術 我就把它解決掉 那這邊也是一樣 為什麼不要一個技術把它解決掉 看起來很像 我可以把它整合成一個技術嗎 有沒有同學可以 其實這也是個觀念 這也不是只有跟這個 也不是只有跟這個 安全或密碼相關的 這是很 有沒有同學有這個 有想法 還是 你覺得怎麼樣 大聲一點 每個人都想要有錢賺 這是一個 沒有錯 這是一個潛在的原因 那直接的原因 如果 如果提出了這麼一個 把 這個解決所有問題的一個手路循 那很像世界統一啊 世界 我們人就活著就很簡單啊 那為什麼沒有那個東西呢 理論上那個東西是可以存在的 嗯 西彈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這 也對啦 那可是 也還沒有到核心 你們兩個大家都有都接近了 但是沒有到核心 核心的 問題是 我那個solution如果出來的話 會有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原本架好的東西要拆毀 原本架好的東西要拆毀 這也對 那這個東西 但是東西一直在變 其實我們也一直在拆啦 你像2G和3G 也一直在拆 在那個 那也 也有接近到 答案 可是 可是 如果真的有那麼好的一個東西 我們為什麼會不用它 就工程上來講 或者就實務上來講 有這麼好的東西 我為什麼會不用它 就跟我們 Monum computer 電腦的記憶體 電腦架構 我不知道你記憶體有沒有講 就像這個memory啊 或者是 硬碟啊 這個架構 那這個架構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架構 那為什麼會跑出這個架構來 那這個架構 為什麼它會一直活到現在 是因為什麼樣的考量 如果有其他架構會怎麼樣 其實跟錢有關 哈 對 因為 就是 四處合以後 一個標準的話 必須要 因為這一張就能用 呃 然後 有的時候 你要用其成績的話 沒有其什麼樣的 對 這個也是相關 實際上越來越見 就跟錢有關 一般來講 我 我 其實其實你們剛才講的 也都 大部分的 我想都是 都是 都是原因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 這個Solution Cost太高了 它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但是不需要 我解決這個 我解決近距離的問題 它可以 近距離通訊 又可以遠距離通訊 又可以 通通都可以 都沒錯 我要 我要 這種 這種 是可以有的 可是這個它太貴了 就是你要全能的東西 非常非常的貴 那電腦也是一樣 那這個通訊的演算法 這些 我 我的資料 不需要每一個資料去加密的 我只要 給別人看無所謂 我只要保證它是 我甚至於 你被更改的沒關係 或者有的東西是 我被更改我要知道 所以 那這個裡面的Cost是不一樣的 你要 Confidential 這邊也要加密 這邊也要加密 那花時間 那個硬體軟體要很高 通訊也是一樣 Cost太高了 那 Cost太高的時候 那我不需要用到 那麼高的Cost 那一個是 它建造的Cost 也可能會很高 它建造這種東西 那 而且 建造現在是全能了 然後我技術在演進 明年它就 就更好的有 全能的東西要出來了 所以我把它分成 分成各幾項的話 分成好多項 然後近距離 中距離 遠距離 那各自演進 那我們只要去做整合 那這個 我就不用做一個 Powerful 又能夠近距離 又能夠中距離 又能夠遠距離 那我技術在演進的時候 我整個要砍掉 要再重練 所以等於分成這個 把這個功能分散 然後呢 到時候我再來做整合的 這樣子的用途 是工程上面 在營運上面 最好的選擇 你想要 一個Solution 解決所有的問題 通常是很困難的 你做死的都沒辦法 因為別人 所以叫什麼 Top Down Button Up 這個也都類似 在Business的世界也是一樣 就 你不要祈求有一個 一個Solution 解決所有的問題 那很困難很困難 就是這個 實際上Cost給高 然後你在變化的時候 那Solution又不是最好的Solution 所以我們把切成小小的 然後分別一段一段的 然後組合起來 我需要 我需要機密的 我就用這個 我需要完整的 我用這個 我要機密加 我要認證跟完整就這個 所以這些 有這麼多機制 那我們可以做 這個觀念可能是很重要的觀念 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那接下來 我想可能時間 這個可能不太夠 我們很快的看一下 後面還有些什麼東西 我們下個禮拜再來談 那Cypher的這個 Tack有好幾種 那就怎麼樣來攻擊 攻擊的這個 有好幾種 然後 那如果到分類的話呢 有Public Key 有Symmetric Key 有這個 有公開金鑰 有對稱金鑰 那這個 公開的跟對 對稱跟非對稱 那它有 有什麼樣的一些特性不同 那大概我們下禮拜會 主要的要介紹 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堂課 下禮拜的密碼學後 我們大概只花一堂課的時間介紹 那不會超過一堂課 那大家會把這個 對稱 對稱式的 然後 String Cipher 會介紹一下 Block Cipher 所以我們剛才說分成兩類 對稱式的加密怎麼加密 String跟Block怎麼加密 那然後 這裡面有一些我想也會很快跳過去 然後再來就是 非對稱 非對稱Public Key的這個部分 大家會介紹一下RSA RSA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現在用的 整個 整個資訊的這個 加密解密的機制 基本上是 根據Public Key的這個機制 但非 對稱的也有用 對稱跟非對稱都有用 但主要的Public Key的這個 一個 每個人有兩把要吃 一個是公開的 一個是不公開的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的方法 還有他的 RSA的 加密解密的 演算法 會 簡單的會介紹一下 然後 你看這個 這個等於是 其實這個分量 大概是密碼 密碼學的課程的分量 但是 我想我會抽幾樣東西 最重要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接下來就介紹應用 怎麼樣保持密碼學完 保持它的 完整性 完整性是要怎麼樣 認證是怎麼樣 密碼學介紹完 大家就知道怎麼樣做 私密性 就是Confidential的這個可以 然後怎麼樣保持完整 然後保持認證 那分別再介紹完以後 這個後面我想就會比較 就這個 SSL SSL我想會花一點時間介紹 Secure Soccer 因為這個對Web來講很重要 Web下面的那一層 我們現在用的東西 這個是Nescape 它這個提出來的 Nescape提出來的一個 非常 重要的一個 就是我們現在網路上面 在網路上面 在Web平台上面 交易下面的SSL 通常你寫程式的話 只是一個呼叫 但是我們 要看看它的機制裡面 有哪些東西 所以這個我大概會花 二三十分鐘介紹 那Virtual Private Network 跟IP Security 這個 大家知道一下 那後面有一些 Firewall 或是Botnet 這個我想都可以很快的 介紹掉 所以 今天我們大概留到下個禮拜 再跟大家討論 那 今天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作業 或沒有什麼 要求大家 所以 所以大家如果你有時間 就可以看一看投影片 或是 有什麼 有什麼事情要在宅月室上面 要討論的 我讓你都歡迎 也可以Post 我們Post 第一個Post 第一個Quiz 可能會要演一下 10月8號可能 下禮拜上網 可能很難Quiz 所以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麼 心得 有什麼 你可以 可以找一點Post 在宅月室上面 那有沒有什麼comment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今天就不多談了 就談到 談到這邊 那有沒有comment 或問題啊 這個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 OK 好